就在1983年 某一个雷雨交加 电闪雷鸣 的夜晚 某某人在这个 Sydney Australia的一个 某某的一个海边 就捡到了这个 附着这好多教师的一个东西 他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结果一看 哇 原来是一个1977年 Citizen所生产的手表 这个手表的名字 命为Challenge Diver 这支表又厉害哦 虽然哦 他长时间哦 灯泡在这个海水里面哦 可是哦 他的那个时间哦 依然还会走哦 打开来看哦 那个机型哦 完全没有问题哦 完全保护的很好 没有被海水侵蚀哦 哇 所以呢 小刚想跟大家讲呢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的 哦 要经常去海边捡垃圾哦 那搞不好 你真的是捡到好东西 哈哈哈 好 大家好 我是来自Goris Time Peace GDC4的小刚 我们又见面了 那今天小刚就来这边 和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新城 西铁城Citizen 刚刚发布的一个新的手表 一个表款 那这个是一个讲 有这个 刚小刚有听到吗 刚跟大家讲的这个故事 哎 小刚不是讲笑哦 那这个品牌的历史 确实是这样写的哦 演给大家看 让大家更加明白哦 那它是一个讲求这个复古啦 这个致敬 这个复刻的一个表款哦 在这边先感谢一下 吉隆坡这个 Bukit加6的这一间新的Pavilion 里面这一间 Rapsody 这个表店哦 有带领这个 西铁城Citizen的这个品牌哦 介绍刚拍摄 这一支手表哦 那说到这一款 呃全新的这个 Citizen 西铁城这一款这个Promaster系列里面的这个潜水表了 那它是一款这个 这个像这个 这个复古 致敬的这个表款吗 这个Challenge Diver哦 那他 所以你看他整个 呃造型啊 他整个设计哦 其实是非常有那种复古的味道哦 呃尤其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点就是他整个表盘哦 你会看到他用这个呃奔驰的这一种 哈 这个 宾室啊 啊 大家知道 Mercedes-benz的那个指针啊 那个石针哦 这一点我个人是哎 因为你在现代现行的这一种 呃呃 表款呢 是基本上不太会看到有这样子的设计嘛 因为他要 那你看他 以前啊 那个复古 就是当时候这个 呃 77年所生产过的这个Challenge Diver哦 那个西铁城的表款哦 他也是这样子的设计嘛 所以当然这一款刚才我刚刚也提到 是一款这个复刻致敬的表款 所以他整个那个外形设计哦 都是非常接近他这个 呃 当时候的那个古董的那个 呃 细铁城的一个潜水表哦 那这一点个人我都是非常喜欢的 再来就是呃 他的那个尺寸我个人觉得也做的 呃 我个人还挺喜欢的哦 因为41mm哦 非常符合现代这一种上手的 这个审美的这个尺寸啊 这个表镜哦 他的这个规格是在一个41mm的 厚度也是非常的薄哦 大概在12mm左右而已哦 而且还有这个表尔到表尔小刚要提一提哦 呃 完全是没有超过50mm哦 这一点我个人觉得上手就是呃 非常就你男生女生都非常容易可以驾驭 再来就是我要讲一讲我个人非常喜欢是他的这一个呃 这一个材质啊 那你知道他是用的这个Super Titanium就是这个超级太精准材质 那这个细铁城称他为Super Titanium啊 而且他又是有这个细铁城自己的这个Duratech 对这个科技啊就是比较轻而且也比较防刮 也比这个不锈钢的这个材质更硬哦 他这个硬度哦 那这个真的要讲一讲哦是真的非常轻哦 那我一拿的时候我也有吓到一下哇这支票真的是那么轻哦 那小干有放一放这个呃称一下这个重量给你们看一下 你们自己脑补和想象一下 那这个蓝宝石镜面啊 而且还有就是防水也是一样高达这个呃 呃 ISO就是国际认证这个ISO的这个200米的这个呃 这个潜水的这个规格哦 那机型也是一样用了一个呃比较啊 premium 就我们所谓比较高配的这个9000系列的这个机型哦 这个9051905亿的这个机型哦 呃是一个4hz 28800这个高频的这个机型 然后动力储存也是可以超过40个小时这些哦 那这支表有些比较特别的这个呃民间的这个这个名字哦 这个称号那叫他这个FUJI SUPPO 那不知道朋友有没有有没有听过FUJI SUPPO这个名字哦 他是有出来两款的哦一个蓝盘的蓝圈蓝盘 然后配这个也是这个这个钛金属呃钢链的这一款哦 然后第二个就是这个黑盘的黑盘的黑圈 然后配的是这个交代的哦 那售价就是交代的部分是马币3480 蓝盘这一款的就是马币4340哦 那朋友们喜不喜欢这支表留言在下面给小刚知道 我们下期再见我是小刚拜拜